早上平安 平安 有一部卡通 名叫冰雪奇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裡面有一對姊妹 那個姊姊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 她是可以釋放出冰來的 然後有一次她在跟妹妹在玩的時候 不小心傷了妹妹 因為妹妹她就要做很多冰柱嘛 然後跳上去跳上去 結果來不及做冰柱的時候 妹妹就從高速掉下來 那個時候姊姊 用冰柱去救她的時候 不小心打到妹妹 所以妹妹就送了重傷 那個時候她爸爸媽媽非常緊張 帶她去看魔法師 她要去看 結果後來那個魔法師告訴那個姊姊說 告訴她說 你知道嗎 你的那個能力 以後會越來越大 她有她的好處 也有她會傷害人的地方 不過你的內心 有一個你要去克服的 就是害怕 在那段時間裡面 她的爸爸媽媽 因為害怕她的姊姊 暫時去傷害她妹妹 所以她跟她姊姊說 要不然你躲起來好了 你把那個能力隱藏起來好了 要不然 你會傷害更多的人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的生命裡面 也有很多的 像這個姊姊一樣 內心的那種害怕的感覺 這種害怕 可能會促使我們 去做一些我們可能 不願意去做的事情 或者是一種保護自己的一種過程 心理學稱作為防衛機制 害怕所帶來的 有時候是一種拒絕 有時候是一種空氣 因為自己的害怕 變成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距離改變 有時候我們害怕 什麼時候我們會被忘記 我們害怕 是不是有人會看我們 看不起 有時候我們害怕 是不是我們沒有這個能力 不只我們有而已 連今天聖經中的主角雅各 他內心也有這樣的害怕 隨即而來的 心理和心慰分 我們先來看 雅各幾個生命的歷程 他從母婦當中 他一出生的時候 大家都很熟悉 他怎麼出來的 他抓 抓著什麼 各個的找出來對不對 很好 接下來 他以同他換了什麼 長子 我們可以說 雅各他是一個主觀性很強的人 他也很有規劃能力 他也能夠把握住自己可以成功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說 他很會計算他的生命 如何可以得到更多更豐富 他想要擁有的那一些財富 民分 甚至婚姻 其實我們來看 他的哥哥以嫂 跟雅各 他們是截然不同的性格 他有不同的長處 不同的恩賜 從聖經當中 翻更之前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以嫂他是什麼 擅長打獵 可是雅各呢 他的特長 他喜歡住在家裡 他為人安靜 他喜歡住在帳篷裡 或許 雅各他其實內在有一種 希望獲得父親的那種肯定的 希望獲得父親的那種認同 那是因為性格上的差異 聖經當中有寫 父親比較愛誰 伊撒 母親比較愛誰 雅各 所以我們可以來推論出 其實他內心也很希望 可以獲得父親的一種認同 他希望得到父親的認同之後 可以怎樣獲得一個自信 可是因為聖經說他沒有辦法 所以似乎他自己認為說 他需要自己去什麼 抓 他需要用什麼 欺騙的方式 他才能有辦法來獲得他想要 雅各的這種內在的反應 有很大的一個點就是什麼 害怕 他怕什麼 他害怕自己是老二 一般以前就是要老大長子 才會有名分 才會有父親的祝福 可是他害怕自己是老二 他就無法得到祝福 他害怕自己如果不去爭取 就無法得到父親的讚賞 他也因為害怕帶來之後種種的欺騙行動 而他帶來生命要去承擔的 就是逃亡的開始 若我們回到我們生命裡面來看 就好比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恩賜跟才能 是嗎 但是由於世界普遍性的喜好 也帶來價值的才能 恩賜差異性的比較 有比較就會有什麼 叫好還有叫差的概念存在 而這一些有些時候會牽動我們內心 深處的一種情緒反應 有些時候會生氣 有些時候會害怕我們一種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過 你們生活在一個家庭裡面 或者是在生活工作也好 有沒有人比你厲害的 如果你生活在這種環體裡面 不知道你的心理的內在反應會是什麼 有可能我們有被比較的經驗 所以有可能我們認為 哇對方好像比較厲害捏 或許有很多時候 別人都稱讚對方而已 而自己就開始擔心說 我會不會開始被比較啊 擔心會不會自己不辱對方 擔心是不是沒有人開始看到我們自己 有些時候我們甚至選擇怎樣躲起來 欸躲起來是不是比較安全 欸別人看不到我 這樣別人就不會再拿別人來跟我比較了 還是有另外一種反應 覺得說比較沒關係 反正有一天我要贏過他 讓別人沒有話說 其實這兩種的反應 仍然是怎樣 處於在比較的範疇裡面 有沒有另外一種可能 完全接納自己和對方的什麼差異性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每個人恩次不同才能不同 這種差異性個性不同 是不是能夠在彼此互相學習見底裡面 能夠知道我們到底是為什麼要服侍 為什麼要生活 我們再回到聖經裡面 雅各他一生都在逃亡 他為了他欺騙這個結果 帶來他所需要承擔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他開始一直很害怕 是不是他哥哥要去追殺他 有一次他就要他的徒人 帶著牛、羊、很多很多禮物 來到他哥哥的面前 說要送給他哥哥 其實他是要為了知道 他是不是以少原諒他了沒有 其實在這個時候 雅各仍然在計算他的生命不勝 直到今天所讀的 雅各來到雅國渡狗 他發生什麼事 他跟死者摔跤 其實這個死者是有能力取他性命的 可是他卻保留他的性命 只是讓他在摔跤的時候 腿扭了而已 使者選擇雅各的地 就用他一直抓的這個生命的性格 還有手跟他摔跤 雅各這個名字 當初取的意思是什麼 抓的意思 可是在這聖經當中他說什麼 他不再叫做雅各 他名字要叫什麼 以色列 也重新賦予雅各一個新的名字和生命的態度 雅各一直的性格就是什麼 贏輸贏 要輸 要贏 就是在這個性格裡面 一直在不斷的用其他的生命的態度去改變 去要拼 就是要得到這個祝福 要拼就是要贏 可是在這裡 雅各也重新體會到一個就是 上帝仍然保留他的性命 而且給予一個很大的肯定 很大的肯定就是在第二十八節 他說 因為你與神與人教力都得了勝 我們仔細想想看 真的得了勝嗎 如果以實境面來看 是使者選擇不奪去雅各性命的 而且是使者只有摸一下 他的大腿窩跌倒的時候就扭了 是嗎 所以我想使者要取他的性命 是一個非常非常容易的事情 這看起來怎麼會是生命呢 但這也是雅各要選擇重新看待他的生命 勝利與否 並不是自己所想像中的樣子 不是像雅各他決定的 凡是要去抓 凡是要去取 凡是要去奪就可以了 勝利的與否 只有上帝才能定奪 在我們所處的世界的眼光中 好像雅各看起來失敗了 但是上帝卻認為雅各改變了 這是一個什麼 勝利 再看是使者贏了 讓雅各的大腿扭了 但在上帝的眼中 卻不認為雅各輸了 上帝的眼光和我們的眼光 差異很大 而我們選擇的是用誰的眼光來看待自己呢 雅各在這個世界之後 他的生命開始改變 因為他過去沒有真實面對他內心深層的那種內在的害怕 而上帝讓他看見了 一直擋在他心中的那個害怕 他開始面對自己生命中的議題 開始學習面對他的家人 以及他過去錯誤的那個決定 因此雅各也跟那個使者摔跤之後 把那個地方取得就皮奴依勒 這個意思是說 我與神面對的面 是啊 我們的生命裡面一直要面對面的 就是我們的神 我們的上帝 要面對的不是只有我們自己而已 要面對的不是只有這個世界而已 更多時候我們要面對的就是我們的父上帝 有些時候上帝為了要使我們生命可以得到改變 我們可能會受到一些的失戀 但是這一些是要讓我們的生命得到改變 我們要不斷不斷的跟自己摔跤 或許看起來自己很有把握的 上帝就是要你不以那個為阿 我們要不斷的不斷的跟自己摔跤 我們或許看起來那個不行的 我們沒有自信的 上帝就是要你不要因此害怕 拒絕或是逃避 而是去分上帝面對面 用上帝的眼光重新看到我們自己 調整自己 並當有一天能夠去面對那個挑戰 甚至是我們過去那個錯誤的決定 這世界上有太多的話語 要讓我們去遠離上帝的心意 所以讓我們一直看見自己的缺乏 或是甚至為了更大的利益 或者是價值感而去傷害了別人 我們現在很多新聞就是看到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開始從我們開始 為著我們心中那個不滿足來禱告 為著那一些我們一直做不到 或是我們曾經做過的那一些錯誤的決定來禱告 我們這樣的決定 過去我們內在有對自己曾經 控訴自己的事情來禱告 祈求上帝的亮光進入我們的生命中 祷告上帝讓我們看見我們的生命中 上帝擺放我們的那個位置還有特別的心意 而且不斷的追求這個信仰中 上帝如何看待我們自己的美好 知道我們的能力、特長還有生命的一切 都是從上帝而來的 我們不需要去強求 強求的意思就是我做不到 我就怨天怨人怨自己 我們不需要 我們需要的是透過禱告 學習促責的 再禱告不斷的再學習 再服侍再站起來 然後我們所擁有的 不是為了成就自己 加添自己 被別人花口機會 我們是要透過我們所擁有的 是去服侍人 服侍上帝 讓人看見我們 所服侍的 就看見了上帝的榮耀和愛 或許這個害怕的心 可能會一直一直不斷的挑戰我們 一直困擾著我們 一直捆綁著我們 但是現在有個機會 讓你和我要開始預備改變 因為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如果你願意你的生命 可以成為上帝所用的 你可以向上帝祷告 你可以向上帝呼求 生命中有一個神的亮光 照亮你心中的那個黑暗 依致你生命當中 那個受傷害怕的過去 並建立你未來為主而活的那個生命 讓我們學習過著聖節的生活 讓我們明白生命的本質 是有上帝的形象 那美好的心理 或許在生命渴望改變的時候 就好像是我們的行走 在一個轉彎處的地方 在轉彎的角落 其實你看不到轉彎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可能會很害怕 但是如果我們學習 如果我們願意把那個 靠自己抓的那個意念 用自己可以的那個能力 去抓的那個想法放掉 你相信上帝 上帝是帶你轉彎的那位上帝 如果你相信上帝 你把你的生命交給上帝的時候 你在轉彎處 轉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 上帝的愛就在那裡 我們的生命 將會帶來無限的可能 當我們的生命 與願意與神面對面之後 這個改變的機會也來到了 親愛弟兄姐妹 不知道我們有多久沒有跟上帝 面對面了 或許把我們自己軟弱 摊在人的面前 世界很困難 但是上帝都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我們可以學習 在上帝面前 沒有任何的隱藏 沒有任何面具 好好地把自己的困難 黑暗裡面告訴上帝 其實上帝早就知道我們每一個人 可是他卻非常渴望 你自己來到他的面前 跟他面對面 因為他要再次接納所有的你 完完全全沒有面具的你 他要告訴你他永遠愛你 生命的轉彎處 就是在於你遇見了上帝的愛 他要說你的生命 是我最初所創造那美好的你 或許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過去 但是我們可以改變的 是那個事件所帶來的意義 那個意義就是在於你 你與上帝面對面之後 帶來的生命的改變 上帝渴望你內心真正的相信 並感受到愛的真實感 我們寫的立頭討告 愛我們的父母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創造開始了我們 你就注入了愛的生命在我們裡頭 但是因為我們的軟弱 還有一直被世界價值觀的影響 我們開始扭曲了你 放在我們的心中 那真實愛的意義 有些時候 我們因為害怕 去做了傷害自己 傷害別人的事情 但是我們真的渴望真心的 遇見你的愛 讓我們的生命也開始有了改變 讓我們能夠好好看待自己的生命 因為在你的眼光中 我們本來就是生命的人 而我們渴望像雅各一樣得到生命改變 並追求比這個世界更好的祝福 就是主你自己本身 求你進入我們的生命中 讓我們可以得到全能釋放 謝謝主你讓我們愛我們 願一切榮耀歸於你的名字 這樣打到奉主耶穌的名字 好的 我們一起來唱一首歌 謝謝主持人